花季少女被杀,真凶嚣张至极 面对警叹的追捕居然毫不畏惧 这究竟是无法无天的丧心病狂 还是一场不为人知的肮脏交易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诺兰指导的犯罪影片 《白夜追凶》 有人说这是一部诺兰指导的 最不像诺兰风格的影片 但在质量上绝不逊于诺兰的其他作品 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一个叫 奈特·密特的偏远小镇上 发生了一起凶杀案 一名年纪17岁的花季少女 被人活活殴打至此 由于小镇上警察的计真手段相对落后 因此警方从洛杉矶派了两位 经验丰富的警官来到小镇协助调查 这二位分别是老帕和搭档 这个小镇由于地理位置特殊 因此在这个季节里根本就没有黑夜 小镇上年轻的女警官艾莉是老帕的忠实粉丝 当得知自己的偶像来到小镇后 艾莉激动的是花枝乱颤 她对老帕曾侦办过的很多案子都非常的熟悉 其中一个案子还是她在大学时研究的课题 小镇的警长跟老帕和搭档都是老书人了 目前老帕和搭档正在接受内务部的调查 起因是老帕为了给嫌疑人定罪伪遭了证据 警长向自己的手下介绍完老帕和搭档之后 老帕直接去法医那查看了尸体 要说不愧是老刑珍的 老帕当场就看出了很多人都没有看出的问题 受害人是被暴力殴打致死的 奇怪的是女孩死后 凶手还替女孩洗了头发剪了指甲 这说明凶手是认识死者的 随后老帕来到了被害女孩家 在被害女孩的房间里 老帕找到了一张被一丝两半的照片 照片上是被害女孩跟闺蜜的合影 据前期调查得知 被害女孩周五的晚上曾跟男朋友大吵了一件 然后就气冲冲的离开了酒吧 在被害女孩的衣柜里 老帕发现了很多件价格不菲的衣服 这些名牌衣服和那条项链 以被害女孩的家庭条件是不可能买得起 当然更不可能是她那位还在念高中的男朋友买的 在老帕看来被害女孩一定在和一个类似于干爹之类的男人保持着联系 本来老帕打算马上去学校跟被害女孩的男朋友谈谈 但是却被告知此时已经是夜里的十点钟了 在这个季节里小镇的天使不会黑的 在旅店住下来之后 老帕和搭档来到餐厅吃饭 搭档向老帕表明了立场 说自己已经妥协了 他将会向内务部承认伪造证据的事 老帕一听可气的不轻啊 他没想到自己的搭档这么怂 为了个人的利益居然把他给出卖了 伪造证据的事一旦确认 那么老帕的仪式英明就将毁于一旦呢 而且更严重的是 之前那些被老帕抓进去的坏家伙们都有可能被释放 转过天老帕等人来到学校 找到了被害女孩的男朋友 刚开始这哥们还挺横 扯着嗓子跟老帕叫板 老帕什么人没见过呀 几句话就把这个高中生给唬住了 高中生承认被害女孩在和他交往的同时 还在跟别的男人联系 但是他的确不知道那个男人是谁 老帕等人刚离开学校就收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有人在河边的垂吊小屋里发现了被害女孩的书包 书包里除了一些学习用品之外 还有一本小说和被害女孩的日记 老帕眼珠一转想出了一个引蛇出动的计策 他让当地的电台滚动播放警方正在寻找被害女孩书包的消息 然后和当地警察埋伏在了河边小屋附近刺激而动 老帕的这一招很快便奏效了 当这帮人正躲在大石头后面闲聊的时候 凶手果然出现了 并且贼头贼脑的向小屋走去 眼瞅着就要大功告成了 可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一名猪队友居然弄响了喊话器 凶手一看大势不好 顺着小屋下面的水沟沙子就撂了 接下来是一场追逐气 凶手开枪打伤了那名猪队友之后继续逃窜 由于起了大雾能见度非常的差 老帕隐隐约约看到前方不远处有一个人影特强凶手 他举枪射击 没想到居然恰壳了 情急之下 老帕从后腰拽出了备用枪 随着啪的一声枪响 前面那个人是硬生倒地 老帕捡起凶手扔在地上的手枪 跑过去一看吓了一跳 躺在地上的居然是自己的搭档 临死前的搭档用怨恨的目光看着老帕 他认为老帕就是在杀人灭口 很快其他的警察赶到了 老帕没有勇气承认是自己开的枪 只好撒谎说是凶手干 警长把搭档被杀这件事 交给的女警官艾力处理 希望他能尽快拿出一份报告 搭档临死前的质疑 此时的老帕也搞不清楚 自己到底是不是故意开的枪 他回到旅店的房间 把凶手的那把左轮手向 藏在了地板的下面 因为这把枪一旦被其他的警察给找到 那他的麻烦就大 老帕失眠了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他再也没有睡着 搭档的音容笑貌开始不断的 在他脑海中闪现 甚至在大白天搜查的时候 他也能出现幻觉 警方经过地毯式的搜索 终于找到了那颗击中猪队友的子弹 是点三八口径的左轮手向射出的 也就是被老帕藏在地板下面的那把枪 现在老帕面临着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他打死搭档的那颗子弹 一旦被解释出和打伤猪队友的子弹不一样 那么他的嫌疑就大了 为了让搭档的死看上去 更像是被凶手给杀害的 老帕用凶手的那把左轮手枪 往一条死狗身上开了一下 然后取出子弹 来到法医的工作室 偷偷用左轮手枪的子弹 把那颗刚从搭档身上 取出的子弹给掉了包了 晚上老帕接到了凶手打来的电话 凶手说我看到是你打死的大当 我就是因为担心你会嫁祸给我 所以我才把我叔叔的那把 点三八口径的左轮手枪给扔了 不过你放心 我会替你保守这个秘密 此时的老帕当然明白凶手的意思 他希望能跟凶手当面聊聊 但狡猾的凶手马上就把电话给挂了 在被害女孩的葬礼上 老帕见到了被害女孩的闺蜜 这个叼着烟 营养过剩的女孩 早就跟被害女孩的男朋友勾搭在了一起 正是被害女孩发现了她们的奸情 才撕拦了和闺蜜的那张合影 老帕把闺蜜拉到了 当初发现被害女孩尸体的垃圾场 逼问闺蜜 周五的晚上被害女孩 到底去跟谁见面了 闺蜜只知道被害女孩 确实认识一个男人 被害女孩称呼这个男人叫布罗迪 但这个名字很可能不是那个男人的真名 老帕在查看被害女孩的遗物的时候 从那本关于布罗迪传奇的小说上 发现了端倪 这本书的作者罗大叔就住在附近的小人 老帕一分钟都没敢耽搁 开车直接就赶了过去 他通过电话簿找到地址之后 很快就摸到了罗大叔的住处 罗大叔没在家 屋里负责看家的两条狗也形容虚设 给点好吃的就不吭气 老帕在屋里瞎悬磨的时候 看到了凶手罗大叔的照片 这个时候门口突然传来了动静 原来是罗大叔回来了 不过罗大叔相当的有经验 他站在门口观察了一下 就意识到家里来了不速之客 他没敢进屋 虚晃一招仨子聊 老帕听到动静不对急忙去追 接下来是一场追逐戏 由于对当地的情况不熟悉 老帕一不留神掉进了水里 眼睁睁看着主书的鸭子飞了 不过老帕可没走 他返回了罗大叔家 打算来个守住待兔 不过罗大叔也不是省油的灯啊 他直接把电话就打到了家里 希望老帕能吃好喝好 顺便再洗个热睡澡 罗大叔在电话里答应跟老帕见面 并说出了具体的时间和地点 为了将来能给罗大叔来个人赃巨祸 老帕偷偷把左轮手枪 放在了罗大叔家的通风管道里 不过这件事很快就被罗大叔给发现了 转过天 老帕按照约定的时间和地点 跟罗大叔见了面 老帕对罗大叔的评价是 二流作家孤身变态 而且还是个傻人犯 虽然老帕咄咄逼人 但罗大叔一点都不慌 几句话就戳到了老帕的痛苦 说老帕就是故意开枪打死打死 为的就是掩盖他伪造证据的那件事 尤其是老帕 为了保住自己的仪式英明 他必须按照罗大叔的要求去做 帮助罗大叔起托嫌疑 那么这个替罪羊就是被害女孩的男朋友 罗大叔下船之后 告诉老帕刚才他们俩的谈话 他已经录了音了 那意思是说 你老小子甭想跟我耍话头 那么罗大叔为什么要杀死女孩呢 原来周五的晚上 女孩跟男朋友吵了一架之后 便直接去找罗大叔了 两人在罗大叔河边的小屋见了面 可这位17岁的女孩正处在叛逆期 加上喝了点酒便开始不停的嘲笑罗大叔 最后罗大叔动了手了 但是女孩并没有收敛 并且开始大声的尖叫 罗大叔情急之下就把女孩给杀了 不过这些都是罗大叔的一面之词 现如今女孩已经死了 死无对证 罗大叔说什么就是什么 转过天 警方根据那本小说 把罗大叔叫到警察局携入调查 罗大叔说 女孩只是自己的忠实读者 两人的关系非常的纯津 还说女孩的男朋友经常殴打他 并且还向他展示过自己的那把左轮手枪 老帕一听就意识到罗大叔已经把那把左轮手枪 放在了被害女孩男朋友的家里了 于是他急忙前往寻找 虽然他和罗大叔已经成功的将现役 转移到了被害女孩的男朋友身上 但作为一名从业几十年的警察 老帕这良心上是实在过不去 不过他在被害女孩男朋友的家里 悬目了半天也没能找到那把左轮手枪 警察们很快就赶到了 并且在被害女孩男朋友的摩托车油箱里 找到了那把左轮手枪 证据确凿 被害女孩的男朋友是凶手这件事 基本上已经定了 既然案子已经破了 那么老帕第二天也将要离开小镇 回到洛杉矶了 临走前他跟罗大叔在河边见了一面 罗大叔早就意识到老帕想暗害自己 因此他一直都提防着呢 老帕这辈子经历了太多的大风大浪了 他根本没想到自己居然在阴沟里翻了船 被一个卑鄙的二流作家给摇吓 而且还助纣为虐 把一个无辜的高中男生送进了监狱 他实在不愿意做这种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 他想把实话说出来 但罗大叔的一番话又让他无话可说了 已经六天没有好好睡觉的老帕 此时脑瓜子是嗡嗡的 就在老帕和罗大叔见面的时候 女警官艾莉在河边发现了那枚打死老帕搭档的弹壳 也就是从老帕备用墙里面射出的那颗子弹的弹壳 艾莉查阅了老帕之前办的一起案子的卷宗 发现这枚弹壳和老帕那把九毫米口径的备用墙完全符合 为了庆祝凶手落网 老帕和警察们在酒馆里喝酒 这时候艾莉拿着那枚弹壳走了进来 艾莉旁敲侧击的提醒老帕 但老帕始终是无动于衷 其他警察都觉得艾莉是没事找事吃饱了撑了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 在给老帕送行的时候 艾莉主动拥抱了老帕 并且趁机摸到了老帕后腰上别的备用手枪 老帕从业几十年破了无数的大案要案 无论是在同行的眼里 还是在老百姓的心目中 他都是英雄式的人物 如果说他之前在洛杉矶的那件案子中 伪造证据是为了伸张正义 那么他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小镇上的所作所为 则是对法律的一种亵渎 这明显违背了他的道德准则和做人的原则 更是违背了他当警察的初衷 老帕经过深思熟虑 认为自己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 他开车来到罗德书的住宿 准备来个鱼死网破 不过罗德书根本就没在家 他在小说的作者介绍中 发现了罗德书在湖边还有一套房子 而与此同时 女警官艾莉正开车前往罗德书在湖边的房子 他来找罗德书拿被害女孩 曾经给罗德书写的那些信 因为要想给那个高中男孩定罪 证据必须要充分 被害女孩在给罗德书写的那些信中提到 他的男朋友曾多次殴打他 当老帕得知女警官艾莉去找罗德书后 他意识到可能要出事 于是急忙开车赶往罗德书在湖边的小屋 由于好几天没睡觉 老帕在半路上还差点出了车祸 果不其然 正如老帕预料的那样 女警官艾莉刚进屋就被罗德书给做蒙圈了 老帕赶到之后 罗德书说他已经发现是你杀了你大胆了 他一旦把这件事给说出去 你这一辈子的成就就全都毁了 罗德书虽然说的挺有道理 但他却没想到老帕已经反水了 当他发现情况不对之后 两位老戏骨上演了一场动作戏 苏醒过来的女警官艾莉质问老帕 老帕承认是自己开枪打死的大胆 但当时是不是故意的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两人正聊着的时候 罗德书开始反攻了 双方对射了一会之后 老帕来了个暗度陈仓 最终把罗德书给摆平了 不过在打死罗德书的同时 老帕也挨了一枪 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影片的最后 老帕给制止了 他不希望艾莉所错路 更不希望自己带着五点离开这个世界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说唐吃压经吧 人人都有一杆称 底线千万不能碰 唯有对得起良心 才有公平和公正